伊朗駐也門大使館官邸租汽車炸彈襲擊 導致最少兩個人死亡 烏克蘭南部一家核電站發生意外 有關官員表示未有威脅外界 三名聯合國駐索馬里部隊士兵 是一次汽車炸彈襲擊中死亡 以色列議會通過解散議案 準備提前舉行大選 在這場地方選舉中 國民黨到達前所未有的 台灣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 總統馬英九辭去黨主席職位 中文字幕組 Kathryn